這裡的開箱不看硬體規格 只看每一個產品設計的使用者體驗 並且給出自身的心得結語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飛 接下來要來跟你們介紹的就是這個 60GHz毫米波的無線投屏器 坦白說我覺得廠商的外包裝應該要加強一點 如果我沒有實際測試過這個產品的話 我真的會被這個外包裝有當成是一般廉價的那種電視棒來測試 想不到我實際測試下去之後才去發覺 天啊 這是一個很令人驚艷設計的產品 一般人可能都沒有在意到它上面寫的60GHz毫米波 覺得 這是什麼鬼啊 怎麼有聽過 可是完全不太懂是什麼 之前阿飛有跟你們介紹過就是 2.4G Wifi 5G Wifi 那我這麼講好了 我們常用到一些無線傳輸的協定是 2.4G跟5GHz的頻段 那5GHz的頻段通常都是 帶寬比較夠 可是呢 不應該跟你們講帶寬喔 反正就是它的傳輸速度比較快 2.4G的傳輸速度比較慢 那這個特性來說呢 越高G速了 沒有錯 越快 5GHz的理論傳輸速度是 867Mbps 那60GHz呢 它的理論傳輸速度是 6G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你們知道阿 比如說2.4GHz的頻段 它就像是一個針孔的寬度傳過去 5GHz的頻段呢 就相當於你身處於 一條摸乳巷當中 那這個 60GHz呢 哇靠 在高速公路上面阿 還是發現到的 就是這麼的寬 不過阿 為什麼 感覺好像都是在用2.4GHz 或是5GHz呢 因為阿 這一種60GHz的頻段阿 還有一個蠻大的困難需要克服 這一種頻段阿 頻段G速越大 它的傳輸距離就越近 可能你2.4GHz的頻段 你可以傳輸的距離 大概就是一個超長遠 那 5GHz呢 大概就是一間教室的範圍 可是呢 這個60GHz的傳輸 可能就只有5公尺到 10公尺之間的距離而已 這樣子的情況底下阿 它在所有應用的範圍裡面 就會比較受限 沒有辦法像2.4GHz這一種傳輸 它可以傳搶過去 它可以傳輸很遠的距離 那我只要在一個地方放了之後 我就可以無限的傳輸到各個地方 這一種的話阿 就盡量只能做到 類似點對點的傳輸 好 那講了那麼多其實我只是想讓你們了解一下 欸 怎麼會有分為什麼2.4GHz阿 5GHz阿 60GHz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超高頻的一種阿 那就是順便幫你們科普一下而已 接下來呢 我將直接測試這個給你們看 我跟你們說 大家通常在介紹這種無線投頻阿 他們都把這個裝在手機上面 喔跟你們說 欸這個傳輸到電視上面阿 毫無延遲阿 手機投頻很讚阿 什麼的 我不會這樣子跟你們介紹 因為阿 這樣就太小喬這個投頻器了 我這麼跟你們講 他可以達到阿 HDMI 1080p 毫無延遲的傳輸 然後阿 他這個 其實這種甲具阿 並不是他的重點 重點是他這一顆發射器 這顆發射器阿 他不只可以裝在像手機這種甲具上面 所有任何可以靠HDMI 輸出的設備 都可以透過這個來發送 所以阿 阿肥直接搬一台電腦 我直接用電腦來投頻給你們看 我靠 為了錄這個 我居然把我VR4裡面的電腦拆掉 這樣子來裝 大工程 好累喔 來我就直接讓這個接收器放在這邊 那他就可以直接對著這個發射器 好 我現在要來把電腦通電 來你們看到我現在電腦上面阿 只有接上這個網路線跟電源線 那其他阿 什麼線阿都沒有插上去 HDMI阿 只有這個發射器而已 其他阿 像我連滑鼠什麼的 我都會用成無線的 這樣子阿 你們就不會說 欸我這個投頻阿 是靠這個的 那我滑鼠阿 直接這樣動 你看 它是一個毫無延遲的 然後阿 我直接放我的這個影片 就不會有版權的問題 來 我把它調整 硬幔 來看看它的傳輸 是完全毫無延遲的 你們看 我直接用快轉1.75 來 我這樣移動滑鼠 有沒有 它完全沒有lag的狀況阿 可以順波 它這無線投頻器阿 厲害的地方就是在 像你看 以電腦這樣子的傳輸量 比手鍵還要大吧 它一樣也是可以順跑 所以阿它可以做到這個 HDMI 1080p完美的無延遲的傳輸 但是阿這裡阿 要跟你們說一個它的缺點 嗯 也不能說缺點 是它的技術障礙 它現在阿 這一種的傳輸距離 都僅限於點對點 因為剛剛我跟你們說過嘛 只要G速越大 它的傳輸距離就越近 所以阿 我只要這樣子 遮住 有沒有 它就直接停住了 我手離開 它就對連就連接上了 這個阿 就是它現階段的一個 沒有辦法克服的地方 所以不能像2.4G的設備一樣 喔 可能我放在 放在 房間外面 然後我就可以連到 房間裡面的東西 它必須要比較靠近的距離 最好是點對點的連接 可能我放在電視的上面 然後使用的東西在下面 這樣子直接對點的連接 這樣才是最好的一個傳輸距離 這個PIC2的60GHz毫米或無線投頻器阿 我不像一般的那種測試 會跟你們測試 手機投頻毫無延遲什麼的 我也沒有詳細的跟你們去介紹 它裡面的一些小細節的設備阿 什麼的 我阿 比較喜歡直接跟你們介紹 它可以拿來幹嘛 可以做到什麼樣子的功用 這個阿 才是我會介紹給你們東西的一個特點 那這樣子權衡之下 阿肥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跟大家一樣 我都是拿手機 然後玩給你們看 沒有原池什麼 你們可能不會有那麼驚豔的感覺 就像我直接搬了一台電腦給你們 哇 我直接這樣對聯 直接實現了HDMI 1080p毫無延遲的傳輸 這個才是真正的我們的使用者 會去做到的體驗 如果說阿 真的要你買一個這個 將近三千塊的東西 只是為了手機投頻毫無延遲的話 那我會覺得說它沒有這個價值 因為要做到手機投頻無延遲 還是有辦法的 可是要做到像它這樣子 直接支援 喔 電腦也好 Switch也好 或是其他電視盒 那些的投頻 可以達到這樣子無延遲 我真的覺得它才是真正厲害的一個地方 而且它是 不需要透過WiFi網路 就可以達到這樣點對點的傳輸 這才是真正厲害的產品 阿肥我開箱3C產品很久了 很少有一個產品 讓我覺得說 哇 它這個設計真的是很棒 不過啊 這邊要跟你們再講一點 它現在啊 這一支只能支援HDMI1080P 60幀的畫素 可是 可是 它們之後下一版的產品 將會推出4K 30幀 毫無延遲 4K喔 30幀毫無延遲的產品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就已經很期待它們下一個產品 到底會做出什麼樣子 又讓人家很驚豔的東西了 那會不會推薦你們入手 嗯 這可能就不一定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是比較屬於 專業化或是商業化的東西 如果你一般的民眾是要使用的話 就是你可能有特殊的需求 需要這樣子 毫無延遲的傳輸 你才有需要花到 將近3000塊的價錢去買這個 好啊 那對於這個60GHz的投屏器啊 阿肥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對於這個60GHz的投屏器 有任何問題的朋友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來詢問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 IGFB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Bye Bye 磨砂材質的發射器 這個是手機夾 它在側邊以及下面的位置啊 都各有這個Type-C的接口 可以直接用這個L 接上你的手機 並且阿可以直接把這個HDMI抽出來 插在你的電腦或Switch上面做使用 非常的方便 60GHz的無線接收器 它透過這個USB供電 然後HDMI直接插上你的顯示設備就可以了 側邊的位置啊 它這個洞啊 是給你使用這個 夾子 它插上去之後 你可以夾在任何的 比如說你的電視機上面啊 或是你的電腦屏幕上面 另外還有附上金屬製的支架 拿來放你的那個發射器 在這裏上金屬製的